这个就是养花专用的园艺扎带 大家在养花的时候会不会遇到 有些花越长越高 容易倒伏 形状容易长散 这个时候经常需要扎带来把它固定住 你用普通的绳子 在户外风吹雨淋很容易就烂掉了 但是专业的园艺扎带 它不仅好用 而且结实耐用 不容易损坏 因为它的材料并不是普通的绳子 外面是一层包束 里面是金属丝 而且很容易弯折 这样的话我们在造型 在使用的时候 用起来就很方便 金属丝也耐得住外面的风吹日晒 都不容易折断 那每次使用园艺扎带这类的工具 最麻烦的就是 你牵出一段的绳子 又要去找剪刀 把它剪断 剪到适合的大小 然后才能使用 但是这款园艺扎带 它是自带有一个钢刀的 这个钢刀没有别的用处 它的专业的用处 就是可以自己轻松的 把这个金属丝可以裁断 基本上不用费任何的力气 女生也可以轻易的给它裁断 你看 把线别在这个地方 然后轻轻的按下去 你听一下声音 听到了吧 很清脆的一个声音 这金属丝就断到了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它结成你需要的长度 然后直接捆扎一些爬藤的植物 比如说藤本月季 还有家里种的很多瓜果类的蔬菜 它们都是爬藤了 因此你用它进行牵引 固定包括捆扎 绑在一起等等一系列操作 用它都很合适 那我这款园艺扎带是200米款的 200米你看看 我建议大家要买就买这种200米的 真的便宜很多 因为它小小的一捆 拉出来是足足200米长 如果你家里养花养的不多的话 用上个两三年是没有问题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